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有各的长处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是吧 无论是上午下三里六二八 三二四 武术门派 各有千秋 那么每个门派的武学又不一样 这样在拉出的架势 行走的过程 那都是不一样的 那过去练武的 对打的时候讲究亮门户 什么叫亮门户呢 就是啪这么一拉式 就知道你是哪个门派的 你是螳螂的 你是峨眉的 你是空铜的 可是有一种门派 有一种架势 在康熙年间出现在江湖之上 那是引来一片狂潮啊 为什么呢 那么在武林当中啊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 这种架势太有乐子了 他跟你要是对手的时候 拆招的时候 跟你过手的时候 他往前这么一探手 啪 一幽深 两臂一抱 前脚一抬 这什么架势啊 把对方吓一跳啊 你要是明白的 看到他这招之后 你会大吃一惊 怎么着呢 这招那可是 雾里看滑水中望月 迷迷糊糊 夜里藏针呢 他这双臂一抱 能别开天地 上滑下落 这儿还藏着一腿 只要啪这么一抬腿 这是暗藏一脚 准把你置于败地 那么发明这武功的人是谁呢 谁把这一招武学 在江湖路上兴起的呢 那么发明武功这个人 是江湖当中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 发扬光大的这个人物 就是本书的主人公 此人姓同名林 自表海川 这个一切故事啊 我们要在公元1700年说起 那么1700年 这个世界纵横 是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在内半球 是法国路易十四指正 这边日本是江湖时代 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俄土战争啊 俄罗斯大战土耳其 这场战争结束了 可紧接着又爆发了 大北方战争 也就在1700年 日本发生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海啸 十二次连击海啸啊 差点把这日本岛啊 给周到海底下去 那么1700年 也就是咱们中国 康熙在位39年 当时大清朝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1.2亿 在这个江西卧虎山 有一个岭 叫十三岭望云峰 在这峰上 有这么一个罐 这个罐叫玄天罐 也叫龙虎玄天罐 这个罐中有两位罐主 大道长姓尚 叫尚德明 二道长叫何道渊 要说起这尚德明 何道渊这俩老道 非同一般 怎么的 那在江湖上是 想当初扯其放炮 把鼓标卖号 堂堂马的人路 那也是在江湖路上 迎风一赶的大旗啊 上帝明何道员的师父是谁呢 是在江湖上 明镇天下的八卦 金针术士张红军 张红军乃是 八卦门的掌门人啊 他这两个徒弟 上帝明何道员 那是一掌功在武林当中纵横天下 两位老道 一近五十岁的年纪 平日练练功 广收门徒 整个龙虎玄天观 大约有两千名学生 每天早晨练功 晚上练功 七出五学 接交武林当中的一些豪事 这名声啊 在江湖上是很大的 因为上帝明何道员的掌功都布天下 很有名 又是名人之徒 所以天下武林当中 长江三街 塞北三小 以及荒山三角等人 就给那上帝明何道员送了个牌表 这牌表啊 是蓝劲金字的大牌表 上面写的是天下神掌第一家 就把这牌表挂到这龙虎玄天观的大门上 一开始上帝明何道员还客气客气 哎哟 无量天尊 我们不够神掌第一家 哎 您二位道爷那还聊的吗 江湖路上谁不知道您二位的大名啊 您够得起神掌第一家 就给挂上了 聊得到嘴呀 客气 心里高兴啊 哎 我们两个 哎呀 号称天下神掌第一家 这个没给我师父丢人 哎 正高兴呢 正在豪宣里喝茶呢 外边那小的道跑进来了 登登登登登登登 报 无量天尊 师父 您快到门口看看去吧 哦 慌什么 怎么了 哎呦 咱那牌表出了点问题 问题 带我关枪 上帝明何道员 有点豪宣出来了 什么问题呀 师父您看看吧 上帝明拢住目光一看 这上帮不是天下神掌第一家吗 也说不上哪位大爷 在那一字底下给添了一个横 这变成了天下神掌第二家 问 啊 刚才谁来过 把门的小老道摇摇头 没人来过呀 我始终就在这门口站着呢 没发现别人 没发现别人 是啊 我就是那前听见 嗖 肉 蹭 哗 那么一声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就是一阵风声 紧接着我一抬头 这上边就变成天下神掌第二家 啊 哦 哈哈哈哈 上帝明一笑啊 明白了 这是有天下武林当中的豪客 啊 不服我上帝明何道员呢 跑这来跟我俩斗气 把这牌篇给我改了 既然你不承认我是第一家 承认我第二家 那你就请出来吧 哪位朋友现身吧 喊了半天 门答话 嗯 上帝明一想 反正你就在这边上 别忙 我早晚会碰着你 那既然如此 就把这第二家摆在那儿 俩人又回到屋中 回来的时候告诉那小老道 好好看着啊 有人来立刻告诉我们 放心吧师父 俩人刚回到豪玄 这茶杯刚端起来 小老道又跑去了 师父 您改去看看吧 又变了 您变成第三家了 第三家 上帝明一瞪眼珠子 我怎么变成第三家 你没看好吗 我看好了 我就在那瞪着眼珠子看着 我就盯在牌篇 完了呢 完了我就听见 哟 嗦 啪 哟 完了 完了 完了就变第三家了 对 上帝明搜的一声 跳到山门外 往这一站 这就知道有人啊 来砸场子来了 来挑衅来了 这是我挂的第一家 他不服啊 兜住底气 是大喊一声 哪位朋友 请出来吧 您现身吧 我上帝明 想见见您 这个话刚落 就在那盘山道上 来了三十多位 抬一口 西红的大棺材 在那个年代啊 这个江湖当中的奇闻怪事 到处都有啊 这来了二三十位 抬的棺材 不过这二三十位啊 一看都不白给 高歹的胖的瘦的 陈迟不齐 都带的家伙 一看都是练家子 抬的大棺材上来了 就走到龙虎 玄天官的门口 把这大棺材 夸往这一放 上帝明站着 还有不少人 还认识 上帝明和道员 哎哟 二位道长 二位道长 哦 这不是神刀李二郎吗 你怎么来了 是啊 我们来到这儿 看热闹来了 有人让我们把这大棺材 抬到您这门口来 说这个人一会儿就来 要找您比武较量 要跟您当场 七错五学 因为他不服你这天下神掌 第一家 哦 那这位朋友 在什么地方啊 这话音刚落 就在那山门的后边 有人扶了那山门的门框 在那直喘 我 我在这儿呢 上帝明一甩头 不知道自己身后 什么时候多出一位的 站着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 那个年岁 大概在七十左右岁 身材不高 这头发都赶了 粘了 那脸呢 一道道皱纹呢 那脸就跟那蛤蟆皮一样 长了一对蛤蟆眼睛 人比乐塞一步求然 什么叫求然呢 就是这老头 这胡子是打卷的 一看都二寸雷长 都卷的 不过拿这手指头 这么一拉一拽 能拉出二尺来 一撒手 回去 这叫求然 穿这么一个黑色的袍子 上边全烧卖 什么叫烧卖呢 就是他这个袍子破了口子 出了窟窿之后 他不搁那针锋 他把那窟窿一揪 用那绳一拴 结果满身的烧麦碎 手里煮个棍子 脚下蹬一双草鞋 上帝明和道员 俩人眨着眼睛啊 观其外之旗内 一看这个人 就是江湖的骑士 老头一转身 恍惚忧忧 来到上帝明的窃进 我说上帝明和道员啊 你那牌鞭就是我给改的 就这一个动作 上帝明可就知道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没两下子 就跑到你门口 改牌鞭 另外把门那小小道 瞪眼珠子没看着 此人画地无形 来无影去无踪 人家露这手 就是给你看一看 老头告诉 这牌鞭就是我给改的 这棺材 我也是让大伙给我抬来的 凡是抬棺材的这些人呢 都是武林当中 比较不错 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今天来干嘛呢 我想跟你当场较量一番 你不号称神长第一家吗 为什么我要带口棺材来 你要把我打败呢 我就自杀 我一世英明 富如东方流水呀 我要把你打败呢 你就号称天下神长第三家吧 这静可就标到这儿了 上帝铭眨着眼睛 知道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不知道前辈贵姓高明 你就不用问了 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 人送外号 叫打不死的李 我姓李呀 至于叫什么呢 没人问我也不说 从小我就要大饭 谁问一个要大饭的叫什么呢 别人不问我也不说 渐渐我就把我这名啊忘了 不过江湖路上就有一个外号 叫打不死的李 这就是我 就这一季番话出去 上帝铭一眨眼睛 心里可嘚啷一下子 为什么呢 打不死的李 那在江湖上可太有名了 上帝铭早就听说过呀 江湖上有这么一位 这个老李家他们家呀 世世代代足足备备 研究中国之武学 据说由宋朝开始就研究 不过他这个研究不是一门研究 不是我研究你这一门 他是哪门武功都研究 这998是一门 明朝的时候是8864个武术门派 这老李家一代一代人研究 这一代人研究昆仑派 那代人研究空同派 这一代一代研究好几十代 特别是到了这姓李的 这位打不死的人 他为什么叫打不死啊 因为他研究各派武功 懂到他这一代了 他把各派武功集在一身 挨门的挑战 我跟你各门派对决 你把我打了 我通过挨打学习你的武功 所以啊 这个打不死的礼 那是集各家之常处 凝聚在一身呢 据说此人研究出 一整套的独特武功 可今天怎么突然来到 我龙武玄天观 要跟我们二位挑战呢 而且还找了好几位 练武术的在当场作证 如果我要是败了 那我就自杀 你们看棺材我都带你嘛 你们大伙就在这江西卧湖山 找个地方把我一埋就完了 如果说你们二位要败了 你们就叫天下神掌第三家吧 台边我都给你改好了 请 就这老头往这一站 你要是外行的话 你就以为他是个 病病歪歪的老者 实际 这可是集特殊本领 唯一深的这么一个武林高人 上道明啊 知道 这人家名书的影啊 这打不死的礼 那在江湖上可真有名 今天见着了 原来是一个老者 哎呀 要论起来 哎 无良天尊 您是前辈 哎 甭前辈后辈的 啊 你就来吧伸手吧 看完哪儿好 你不号称神掌第一家吗 就用你的掌 怎么样 既然前辈非要领教不可 那就请前辈先出招 不 好 论年岁我比你大 对吧 那就你先来 你先来进招 上帝明这也是带着气呢 你这当众给我改拍片啊 让我下不来台 那既然如此 让我先进招 那我就先进招吧 上帝明想着 暗含着叫声气功 他一想这么大年岁啊 我先探视着来 我看你能经住多少掌力 所以他把他这八卦掌的气功 叫到了六层啊 微微往前这么一划身 脚底下往上这么一送 就来到老者的面前 前手微微领眼神 这单掌够笨 这打不死的礼的前胸 这掌可就递起来了 六长功力啊 前手领眼神 这掌往前这么一探 往前这么一击 这儿不是要紧 所有人都看着呢 这些抬棺材的 可没有白丁啊 都是让这老头给弄来的 他发的路灵贴英雄简 说我要到这个江西卧湖山 去跟上帝明和道员 我们去比武 我需要一口棺材 你们大伙帮我抬上去 我要战死到那了 你们大伙就把我埋了 所以大伙是想看这个热闹来的 另外也是奔这打不死的礼 这个名来的 所以当上帝明前手领眼神 探不扎身 这掌过来 哎哟 所有人全惊呆了 万没想到这打不死的礼呀 没赌 也就是说上帝明这掌 正好打到打不死的 这礼的前胸上 这一掌打到前胸上 把这老头打飞了 因为他这后边就是山门呢 顺那山门就进去了 紧接就听在院里头 劈打啪达 劈打啪 好像这老头飞进之后 撞到墙上来 也不是撞到缸上了 这里边全是动静 大伙站在这 成目结舌呀 不知道里边发生什么事 所以赶紧到院里去看去 怎么找 这老头没了 就是让上帝明这一掌 给打没了 哎哟 上帝明看何道员 何道员看上帝明 无量天尊 这人哪 大伙是啊 你看我 我看你人哪 都在院里找的时候 那小童儿在外边跑去 那师父您到外看 那老头在那棺材边上去 又呼拉瞅回到前门这 你看老头扶这棺材 少帝明啊 你这一掌可真行啊 我领教了 现在你依然把我的 大动脉 心脏全震碎了 得了 现在天下武林当中都知道 我打不死的礼 一 让上帝明给打死了 就有一件事拜托于你啊 你就把我埋在江西窝湖山吧 二 说完这句话 这老头一翻了背根子 没了 死了 哎哟 上帝明来都切尽呢 莫非说炸死 那得看看 默默 鼻息 默默不梗 默默动脉 弃绝已身亡 一点气都没了 脸都白了 身上都凉了 哎哟 上帝明何道元 一想这是干什么呢 这事 老头来到我江西窝湖山 就这一掌让我给打死了 这当的所有天下武林当中 哎哟 来的这些人的面 这风一下就传出去了 打不死的礼 那位世外高人 被上道明一掌击毙 念气老头是武林前辈 上帝明告诉院里的小小道都出来 找了一个前有靠 后有赵 两山甲骨道 风水宝地 就把这打不死的礼老建客 给装到棺材里头 就埋了 埋这地方 离这个龙虎玄田馆 大概有两里多地 就埋到那了 然后上帝明又请这些台棺材 这些人吃了点饭 因为都是武行的人 都是武林当中的人 都认识 互相打招呼 哎哟 一时之间哪 这南七北六十三省十二关 八十一郡武林当中 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五书门派 可就传出一个话来 在江西我湖山十三岭望云峰 方凉梗花阳洞 龙虎玄田馆的门前 四大中间的上帝兵和道员 一掌打死了打不死的李建客 当场毕命 被埋在龙虎玄田馆的后山 这风华 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一晃过了五天 这五天光景啊 这上帝明和道员 俩老道做的好轩 或者没什么事 溜的时候就合计啊 这奇怪啊真是 你说这打不死的 这位李老建客 平排五五跑地改排表 天下第三家的 随后台子关在跑地 跟咱比武 让我这一掌打进去 打飞了 然后就死了 这里头有事吧 这葫芦里头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俩人坐着好轩 在那百思不解 喝着茶 这已经天黑了 俩人琢磨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事呢 就在这么个光景 外头 扫 尽了一个人 哎呦这身法这个快 那也就得说上帝明这耳朵 换第二耳朵 都听不明白怎么事 两个人刚往起牵身 窗户底下说话 我说 我说上帝明和道员啊 您俩小子可真狠啊 还有家伙一掌把我打死了 还把我埋了 埋完还不说 你那棺材里边 你给我放双背后行不行 那里边多冷啊 而且给我搁个枕头 现在我都落枕了 这脖子都歪了 啊 上帝明和道员 扎几张出来 月光下就见老头 站到那儿 冲他们两个一笑 奇怪吧 哎哟 前辈 您死得了吗 我外号叫打不死的李 哎呀 有打我十七岁床的江湖 黄河连岸武林当中 九九八十一个五十门户 没有我会不到的 没有我见不到的 不管多大的高人对手 都当场交过手 所以江湖林当中啊 都知道我是打不死的人 不过都知道 我是打不死的人是不假呀 现在这名不传出去了吗 打不死的人 被打死在江西卧虎山 我已经在武林当中 销声匿迹 永远再见了 哎哟 上帝明和道员明白了 这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 惊醒梦中人呢 二人来都切尽前辈 您的意思是 您要炸死门鸣 对 上帝明和道员 我走访天下 我要有一件大事 委托你们二位 我不能不这么做 咱们到屋中 给我倒杯茶 两位赶紧把这位 剑客给请到屋中 这可是剑客身份 调连龙 这位打不死的李老剑客 进来往这一坐 上帝明和道员告诉 赶紧上查 妈 老头一挥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任何人都不能让知道 为啥深更半夜 我都来 我深更半夜来的原因 就是想单独跟你们两个 交代一件事 此事必须完成 说完这句话 老头就拿出个包来 放到上帝明和道员的桌上 随后把这包打开之后 上帝明和道员 隆重目光观瞧 啊 背游多吃了 一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